贪婪是另一个七宗罪的题目 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 在七宗罪中我们比较熟悉的题目 因为贪婪实在是太过于无处不在了 我从小到大都经常听人说 哪有人嫌钱的? 又或者钱哪有人嫌多? 于是我们放开双眼 我们到处见到的都是人的贪婪 贪婪就是人无止境地去追求更多、更大、更好 例如人可以为了有更多的土地发展 用来建屋赚钱 贪婪地去开发土地资源 不惜摧毁原始森林 有人为了更大的利润 商人可以不断地加高出售的价格 而同一个时间又不断地去压榨 材料供应商和他们的员工 而有时候贪婪也不只是说金钱利益 有时候贪婪可能是我们对某些生活形态的追求 某些事物的追求 总是想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 得到最好的东西 而说真的 这些东西本身不是不好的 不是过分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disregard其他的事情 不惜一切地去追求 甚至其实明明自己都足够了 但是我们想再要多些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份贪婪 其中一个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 就好像着素这个字 其实谁不喜欢着素 我们真的很喜欢着素 去到哪里我们都想找着素 其实都明白的 就好像以前有人说加拿大人最喜欢什么 看报纸 但是为什么要看报纸 因为要找着素剪刀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 就会过了火位不停地找 无底线地找 甚至要别人赔上那份身家 来给你着素 这份贪婪的心态 甚至可以直跟在一个文化里面 叫人试试 都只是看自己着不着素 有没有着素 哪里有着素 我就去哪里找 于是乎 原来可以造成的 是商场上同业的恶性的国家战 我们不是没见过的 又或者商人为了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就不断地扭曲压低成本 而黑扣工资 而有时候贪婪的影响 甚至都不需要看得到这么远 可以好迷身的 可能就只是说 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更多 我们以为可以叫我们满足的东西 可以叫我们生活信心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为了这些东西 不惜地牺牲一切 有人可以为了赚更多的钱 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牺牲自己的健康 费枕忙餐地 不停赚钱 不停工作 甚至可能他去打几份的工 就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财富 一切都在所不惜 有时候可能他自己也不觉得 可能他自己心想 其实我这么拼命 为了什么呢 我就是为了可以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但到头来 却是令自己和家人好好的吃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 但或者我们还会在想 不是的 赚多些钱 可以去多几个豪华的旅行 所以就像这样 我们不如就睡少些教育 再做多些 睡觉这些东西 睡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没所谓的 不如一个星期我做足六十个小时 我们心想 反正有时间 但谁知道原来这些时间 却是有一个代价在里面 试想像 假如我们是一个父母 可能我们的代价就是 错过了小朋友一些重要的成长过程 试想像 我们错过了他第一次叫爸爸叫妈妈 我们错过了他第一次自己走路 我们错过了他第一次上台表演 我们错过了他第一次经历伤心 这些无限的第一次 试想像 跟着爸爸这个字 在他心里 只是一个在家里会出现的人物 当小朋友大了的时候 他们有事 原来他们不会找你 他们不会找你谈刷 原来那些所谓的豪华旅行团 大间的独立屋 最新款的车 是有着一个代价 那个代价就是我们 和我们儿女之间的感情 原来不知不觉中 在我们想赚取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用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婚姻 和和家人的关系 作为一个代价 甚至有些人会选择的 就是放弃信仰生活 说要上班 说要做生意 于是自己觉得自己实在太忙了 那些应该先走的 于是上教会没有时间 上小组没有时间 侍奉没有时间 总之自己就是停不下来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贪婪里面有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 我们盼望为自己赚取更多 寻求自肥 满足自己的渴望 就是我们想为自己得到更多 想预留更多的好东西给自己 我们想可以享受多些 权力多些 空间多些 服侍我们的人多些 得到更多去满足自己 某方面的需求 而在过程中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不惜牺牲某些人 或者是学作为代价 贪婪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只有自己想要更多 他为了这个更多 不无形中我们去苦待 消耗着其他人 甚至消耗我们自己 就好像雅各 在雅各书五章四节五节 他去对一群贪婪的人 去说的时候 雅各就已经说了 他在第四节说 看呀 工人为你们收割庄价 你们竟然黑扣他们的工资 那些工资必为他们赴怨 收割者的呼声已达到 万君之主的耳中了 就是说我们这班人 为了想要得到最大的利益 他是不惜牺牲别人 压榨他人 其实就是说当时 有一群雇主 他们竟然一面说 叫其他人帮他们做事 服侍他们 好了 到人家都已经忠心地 把事情做好之后 你们这群人竟然 黑扣他们的工资 你知道当时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群工人 其实他们是day labor 即是说他们是散工 他们每天的工资 就是说取决他们那天有没有饭吃 于是他那天收入多少就吃多少 但是这群老板竟然是 当人家出了力 用了全日的时间去做工的时候 竟然你不让他人工 叫他们全家都要挨饿 说的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竟然去苦待一些比你低微 比你弱小的人 而现在雅各就是说 你知道吗 神已经听到他们呼喊的声音 于是第五节他就继续说 你们在世上穷奢极 似养肥了自己 却不知宰割的日子到了 就是说 但我们竟然仍然无事这一切 眼里见到的就只有是好处 想自己拿了所有的好处 为自己可以过得异常地安日 养到自己肥肥白白 我就博士其他人的处境 所以其实贪婪 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这么简单 贪婪可以诱发很多 去利己害人的不意 在贪婪的趋势底下 我们想要更多的时候 我们却要其他人为我们付付代价 这就是为何保罗在提摩大前书五章十节时 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 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头疗 贪财是万恶之根 但贪男却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文化中 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想要更多 更多的好处、更多的享受、更高级的生活方式 世界的风气告诉我们 这样是应该的,这样是没问题的 最好再多些人去服侍我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一个工人 如果一个不行,不如拯救两个吧 又如何? 最好的是这个世界让我看到所有好的东西 都是属于我的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其实贪男是不会见底的 是不会有底线的 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救的 就是在这个想要更多的状态之下 我们竟然慢慢地可以做出一些 伤害其他人 甚至最终伤害自己的行为 甚至去建构出一个负面的文化 所以保罗就继续说 于是人就被引诱离开真度 贪男就是这样 在不知不觉间 引诱我们离开了神本身的心意 因为贪男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就是叫人只是看到自己 只是看到自己需要更加多 无论有什么好东西 我都要有份 甚至要拥有全部 就是叫我们可以安安乐乐 继续吃喝玩乐 但神的心意 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 神创造出这个美好的世界 让祂创造了很多资源 自由地分享给万物 神的心意是分享 而且是一种毫无偏颇的分享 所以圣经就说过 日头照好人也照打人 但我们却被贪男所引诱 离开了神这一份心意 却不知道 其实最终是我们自己 被自己的贪男所伤害 失去了神原本赐给人 那份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贪男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他最终是叫人困在一个 远离神的困局当中 失去了生命本应 有的丰盛和意义 所以连耶稣都自己 开宗明义地警告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 第十五节 耶稣自己说 祂说你们要谨慎 远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并不在乎家道的丰富 耶稣这句话 其实对于每一个世代的人来说 本身都是难明白的 因为我们最容易明白的 就是这个世界的道理 那个道理就是好的生活 等同你家财万贯 要什么就有什么 可以用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不需要为钱去忧愁 去烦恼 人以为这样就叫做好的生活 就是那种无忧无虑 心满意足 耶稣很希望跟随他的每一个人 都明白这个贪心的问题 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 这个既重要却又是 与世界的逻辑 背道而驰的道理 于是乎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 第十二章十六节开始 他就说了 他说有一个附庸的田地丰收 他自己心里就说 怎么办呢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 去收藏出产了 耶稣说的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附庸他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土地丰收 这个丰收是超乎他的期望 也超出他的需要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 以色列的传统教导的话 其实财富是属于神自己的祝福 而神可以祝福一个人 他的生活富裕 但是同时间 犹太的传统亦都相信 亦都认为 一个生活富裕的人 其实神亦都给了一个社会责任 就是去照顾一些生活 在弱势社群里的人 但是这个附庸 他在这一刻 他急着的是什么呢 他是担心着自己没有地方 去收藏自己的出产 他是担心着 如何为自己去积存更多 可能你会说 或者他只不过是先收住 到时有需要 就开仓震灾了 OK了 那我们又给他一个 Benefit of Doubt 那我们再看下去了 第十八节 然后库庸又说 我要怎么办 我要拆掉这些的仓房 建造更大的 好在里面 去收藏我的一切粮食 和货物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拥有很多好的东西了 足够多年的享用 就只管安安日日地 吃喝玩乐吧 喂 原来库庸 真的没有想过开仓震灾的 他的目标 就只是他自己 可以有更多的享受 更多 更好 更好的东西 接着就是安安日日地 吃喝玩乐吧 他是想着自己可以 好像这个年代的道理 这样过着奢华 安日的生活 他见到的是 他可以靠着这些财富 变得更加自主 就仿如是 这一刻他不再需要 倚靠神的供应了 他不用跟着神了 他可以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附庸基本上 就像雅各书那样说 只是记住要养肥自己 没有想过周围的人的需要 没有想过神的教导和心意 某个程度上 说的是 财富在这一刻 变成了他的依靠 于是 神就对他说 无知的人 今天晚上 你的灵魂必被取去 那你所预备的究竟要归给谁 凡为自己的積财 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 也是这样 这个富翁是无知的 我们不知道他接受过什么教育 但他这一刻的表现却给我们见到 他对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了解 他对神的圣情是完全没有掌握 就算对于他眼前的财富的缘由 他也显得毫不知情 他以为有着丰富的家财 他就可以安心 可以心满意足 可以自由自在 所以 神才会定他为无知 是因为他见不到的 是我们今天的财富 其实是神自己的赐语 如果神不赐语 其实人是没有可能得到什么 就像这个富翁 你以为如果神不赐语水 没有阳光 没有合适的天气 你会得到丰收 就像我们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个误会 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 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成果 是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的实力 和聪明所得 但我们可能看不到的是 如果不是神在当中的恩典 开路和供应 我们仍然没有可能得到我们今天所拥有 又或者 即使我们的能力和聪明本身 都是神自己的恩赐 就连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天吸过一口气 都是由神而来 其实神有着绝对的掌权 于是乎 如果神今天说要拿走你的生命 那你这一刻还在忙 在拆什么货仓 接着又要建货仓 其实起来做什么呢 你要为自己去积存的财富 草来做什么呢 原来到最后有个机会是 原来你是没有机会去享用 你都说不定 所以耶稣所说的好的生活 不在于是在这个世界 你拥有着什么 享受到什么 这些所谓的好处 原来都不会长久的 可以说没有就没有 是一些很虚无的事情 而我们不惜一切地为自己去积存 我们可能是的 我们会多了几搭楼 银行的户口 我们一看会多了几个零 股票可以又是这样升 我们为了这一切 我们去付出所有 我们盼望日后 可能这些付出 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回报 希望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 但是如果按耶稣这样说 是原来这些状态 可以在耶稣的眼中 视为无知 和灵类的贫穷 因为我们不明白的是 其实我们有没有日后 都完全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是在神的掌握的里面 或者在这一刻在我们的当中 的确有人过着生活富裕的日子 日子都过得不错的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赐福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今天到底怎样去看 我们的财富和资源 他们有没有静静地 无声无色地 取代了所神的位置 成为了我们的依靠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 就叮嘱教导我们 应该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 去对待我们的财富 保罗对于我们希望为自己 赚取更多的心态 他的回应是提醒我们 不要心高气傲 因为自己积存的财富 就过于致辞 不要只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之上 以为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富 就得到保障 得到安稳 接着我们就可以心满意足 以为自己也真是不错 有多富贵 但是保罗就说 这一切都是浮动的 浮动就是说你捉不住的 即是好像股市那条Curve 有很多你控制不了的情况 它可以说上就上 说下就下 财富可以今天有 明天就没有 这些都是我们捉不住的东西 就好像之前有一段日子 如果我们打开香港的报纸 就会常见到那些所谓的隐形富豪 我们在旁人的眼中看到他们 就会觉得他们自己一个人住 还不知为什么很多时候 他们都住公屋 多数在外人的眼中 都会觉得他们是独居老人 生活有些困难 需要人去帮助他们 谁知道 他们过世之后 后人去帮他们执拾的时候 就发觉 他的床下底 收起了不知多少盒曲奇饼罐 里面存起了 有几百万的现金 原来老人家一直很紧张自己的钱 觉得唯有这些钱 可以给到他安全感 那日日无论日本仔打到来 还是泡沫经济爆破 他们都不洗方了 但是谁知道 到他们过世那一天 他们都只是在积存财保 他们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只有他自己一个 有财富 却是过着心灵上的贫乏和空虚 我相信这帮隐形富豪 可能终其一生 都没有过过他们理想的人生 所以普罗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要仰望的是 那位厚切伯物给我们享用的神 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这位神 我们的神是那位厚切伯物的主 祂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眼前的缺乏 或风筝太过于着紧或忧虑 另一方面也不要以为我们有了财富 便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 如果没有神的供应或拖大 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唯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无论在什么情况 什么需要面前 神总是会适时地去预备和供应 其实我以前真的不太相信这句话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信主这么多年 我的确见过很多次 神对于祂跟随祂的人那份的慷慨 祂就是这样适时地去预备供应 所以如果要选择其实我们应该选择 依靠这个慷慨的主慷慨的神 而保罗就继续下去了 对于我们不惜牺牲某些人 或者某些时候作为代价的态度 保罗就说不是的 反过来我们应该行事 在行事在善事上附足、慷慨、好事 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自肥 祂是要我们分享 不是为自己积传更多 而是相反 正正就是因为神已经赐福给我们 我们见到祂的恩典 我们就更加应该将这份赐福 和其他人去分享 做更加多好事 照顾有需要的人 神既然叫我们可以吃得饱、穿得暖 那就是叫我们在生活上可以无忧的时候 保罗就提醒我们 我们就应该不要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过得好不好、享受救不救 而是望向四周 有没有人需要我们帮助 有没有人需要我们去施语 在这个位置上去给予帮助 叫他们可以透过我们 去感觉到、接受到 神自己的祝福 这份慷慨同时 这份慷慨同时也叫我们在神里去操练 学习神的慷慨同时也更加慷慨地去施语 因为我们知道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只限于今天 这个所谓今世的人生 而是不断地伸延有后续的 是直到永恒 所以保罗就说 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只专注于今天我有些什么 而是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 作美好的基础 好叫他们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 有我们有多少财富 有多少积蓄 有多少物业 手上有多少股票 这些都只不过是今世的事情 保罗继续在延续耶稣的教导 就是要我们成为那位更远的未来 去预备 去学习 为永恒的生命 去保留真正重要的事情 学习和活出耶稣那份的捨己和慷慨 同时也学习相信 即使是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全无保障的 我们在这里学习 依靠和相信 我们有一位厚慈百物的主 无论是过去 今天还是永恒 都会和我们一起 这位的神 是不会忘记你和我 所以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看回的时候 贪婪的危险 就是我们不停地 去追求自己的物欲享受 不惜一切 而愿意以别人的好处作为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慢慢被引诱 离开了神自己所赐予的生命 这些物欲 无论是金钱 是权力 还是享受 慢慢变成了我们的依靠 去限制我们 去活出神 赐予我们 那一份很不一样的封城 而保罗的提醒 就是正正让我们看到 到底我们应该依靠什么 如何借着贪婪 去偷走我们真正的生命 所以不如在这里 我们又重温一次 就是当我们心里感觉到不安 又或者我们觉得 我们需要积存很多财富 我们才会过到 我们想要的人生的时候 保罗提醒我们 小心 不要以为这些浮动的财富 是你的依靠 更加不要以为 你的赚钱能力 就代表了你有多厉害 就可以自恃 可以漠视其他人 你看到那些 其实很虚无 今天有 明天就可以失去 真正可靠的 就唯有是那位 厚似白物给我们享用的主 你有没有试过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期望过的时间 神竟然按着祂自己的时间 为我们预备足够 是的 那句话是足够 有时候未必是多余 但却是刚好 而记住的是 神今天赐予我们的这一切 叫我们今天有能力 可以过自己理想的生活 不是要我们去自肥 而是去学习 神对我们的慷慨 去施语 叫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活出神那一份的封信 就相信 当我们去努力行善 甚至因此而自愿地去过一个 比较简单的生活的时候 神是不会忘记我们 不会离弃我们 所以今天我好想介绍一个人给大家 大家对他的名字未必很熟悉 但是他的生命 却是可以给我们一份很强的鼓励 他的名字就是Charles Francis Finney 大家未必认识他 但是大家一定会认识他的集团 因为在很多大的机场里面 你都一定会见过 甚至进过去买东西 他这个集团就是DFS免税店的集团 他是其中一位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一位大慈善家 他自己和他所创办的慈善者 机构在他有生之年 就以匿名的方式 捐出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可能我说到这里 大家都会不以为言 因为实在有很多有钱人都会捐钱 但是他的故事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因为实在很少人认识他 他过一个很低调的生活 传闻就是 其实他绝对负担得起 有私人飞机 还有私人机师 但是他每次坐飞机 他总是只会坐经济仓 其实以他的身家 他可以买很多钻石名标 但是他从来都不带 有一次记者去问他 那其实有个传闻 说你平日很坑钱 是不是真的 他就打开拉起自己的手袖 给一个记者看一只 跟他几十年的卡绍交标 有一次Flobsab自己一位记者 约了他去做一个访问 这个记者说 其实他访问过很多富豪 他也见过那些千亿的豪宅 但是访问Charles Philly的时候 叫他出乎意料的是 当他跟着地址去找的时候 他只是找到一间 不是很大而且很平实的房子 走进去 你也看不到什么的豪装 牆上掛着的也不是什么艺术品 只是家人和朋友的照片 Philly出现的时候 他看下去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 坐在客厅里面 而他的起居室的厨房 掛着一个牌 上面写着 供贺Chuck Philly 捐出八十亿美元 作慈善用途 这位的富豪 自愿地过着一个相对贫困的生活 为了的就是去制造更加大的空间 去做慈善工作 甚至后来 他将他所有持有的DFS股份 都转去一个慈善机构 叫这个机构可以全数地 将这些资产捐出去 去到他临终之前 他自己说他过世的时候 他希望自己过世过得贫穷 不要留下过多的遗产 Philly的见证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 并且影响深远 当有记者访问他 对财富的看法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财富的目的 是要来改善全人类的生存空间 他说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将我们的金钱 在慈善方面去运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快更有效地 见到我们的金钱行动的果效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存的意义 虽然 Philly很少公开地去谈及自己的信仰 即使我们也不肯定 他背后是否有一位厚似百物的神 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无私的慷慨 他自愿地去克制自己 叫自己过一个普通简单的生活 叫自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去帮助其他人 有更大的能力去慷慨行善 祝福别人 当然 听完这个故事 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不一定是富豪 但是 我们在说的 鼓励大家去舍己行善 也不是叫大家要刻苦自己 但是却想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依靠的 是背后这位厚似百物的主 是他才是我们终极的依靠 我们不需要贪婪地 无底线地去追求和积存财富 我们不需要过度地去为财富忧虑 因为神不会忘记我们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供应我们 正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位这样的神 于是乎我们的今日 我们就可以更加自由地 让我们去行善 慷慨地去好事 让更加多人 可以被我们的生命去祝福 让我们也去体会 什么才叫神所赐 真正有意义和封诚的生命 无论过去 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 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好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 重新地把我们的依靠 摆在这位自愿写下生命 施行拯救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他更加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 他自愿地放下所有天上的尊荣 就要来到我们这帮灵女贫穷的人当中 将天国的生命与我们去分享 这一份的慷慨 就在我们的主的身上 而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是毫无缺乏 我们是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位这样厚似百物 施语给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今天就自由地行善 慷慨地施语 让更加多人的生命被祝福 让我们得着神所赐 真正有意义的生命 真正有意义的数据 Malcolm,摁死人 猎?! 擁死人